美股波和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要说今年最受关注 最具争议性的IPO Robinhood和Coinbase 绝对能排进前五 一家是运营股票交易的公司 另一家是运营数字货币交易的公司 两家公司不仅盈利方式相似 市值也相当 在某些领域还有直接的竞争关系 而且因为某种原因 两家公司最近都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 他们的股价都有短期内爆发的潜力 但又很少真正有人敢于投资 今天这期视频 美股均就打算做一个新的尝试 把这两家公司放在擂台上 咱们横向比较一下 看看他俩是否值得投资 又会是哪家公司最终胜出呢 我希望在比较的过程中 咱们各位看官能够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哪个好哪个坏真的不那么重要 也许每个人都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关键是在这样的比较过程中 咱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 两家公司的投资逻辑 在对两家公司进行全方位的对比之前 让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业务 友情提示一下 接下来的介绍 可能听起来有点像我往常 恰饭街的广告词 但我是真的没受这两家券商的钱 他俩听完我的分析 不举报我就写天写地了 我也是冒着永久损失 两个潜在客户的风险 给大家介绍投资机会的 你们可得珍惜 Robinhood股票代号HOOD 它是一家股票交易券商 近几年的发展非常迅速 它除了交易零佣金的优点外 另一大特色是提供零碎股交易 即用亿美元就可以购买部分股票的拥有权 同时 他们还有类似游戏互动的交易模式 可以看到 他们的目标就是去戳 广大散户的需求和痛点 他们确实也做到了 一时间Robinhood成为了散户大本营 在2018年成为了美国最大的零售券商之一 Robinhood之所以能做零佣金 不是他们真的为咱们散户着想 牺牲利润造福咱们散户 而是因为他们用了一种名为PFOF的方式 通过爆出更差的报价来收取利润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要在Robinhood买入一股苹果 当时市场的成交价在150美元 但你在Robinhood上看到的报价 以及你真正成交的价格 可能是100.05美元 这多出的五分钱 就是Robinhood赚取的佣金 这种做法虽然争议性很大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 一直是被美国SEC允许的 很多券商也都在同门干这个事 只不过是Robinhood做的比较彻底罢了 根据Robinhood最新财报显示 PFOF占了Robinhood超过80%的营收 远高于传统券商的10%到30% Coinbase股票代号COIN 它是一家只针对数字货币的交易平台 也是美国交易量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 你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为 是一家专做数字货币交易的券商 Coinbase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 相对于Robinhood只有美国市场 Coinbase的业务在地理上更加分散 不过和Robinhood比起来 Coinbase的业务较为单一 目前就只有数字货币交易 这一项主营业务 而Coinbase的盈利渠道 几乎完全是通过佣金 最新财报中 Coinbase的营收有96%来源于交易费 可见它盈利模式的单一化 这也意味着Coinbase的发展 极其依赖于数字货币行业本身的发展 它可以说是一家典型的数字货币概念股 两家公司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么在投资价值上 谁会是胜出的那家公司呢 接下来美投军会从增长潜力 潜在风险和公司基本面三个方面 分别对这两家公司进行横向比较 看看谁更具有投资价值 首先咱们先来比较一下 两家公司的发展潜力 对于Robinhood来说 它最具确定性 也最重要的增长潜力 在于它国际市场的扩张 Robinhood在美国市场已经验证出了一套成功的商业模式 公司计划把这套成功经验渗透进欧洲和亚洲市场 现在大部分的海外市场还没有零佣金的券商 券商的创新模式也较为单一 如果Robinhood能够将其零佣金的特点移植到其他国家 加上它良好的用户体验 大概率会抢走不少的市场份额 在美国本土 它也依然具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与国际市场的扩张不同 Robinhood在本土市场的增长 已经无法依赖于用户量的显著提高 他们靠的是目前主流用户 25到40岁的美国年轻人的成长 随着这些人的年龄增加 他们的财富积累将会有机的增加 Robinhood上的交易规模 不过这个过程会相对较慢 但是确定性很强 国际上抓新用户 国内抓用户成长 Robinhood的未来增长可以说确定性极强 但是咱们投资者要清楚一点 那就是它的增长空间并不会有想象中的大 你别看它股价动辄就翻倍 过去两年的业务量甚至翻了十倍 但这些都是特定时期早就的特定传奇 他们确实乘上了风口 但是这样的增长根本无法持续 他说到底做的还是传统的券商业务 这个行业竞争激烈 而且蛋糕就这么大 想在国内抢别人的蛋糕难度越来越大 想要出去靠零用金抢别国的蛋糕也并不容易 因为他们要面临各国监管的阻碍 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允许你使用PFOF那一套户有散户的 Robinhood的管理层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的CEO就表示 Robinhood的志向不局限于券商行业 他们长期的愿景是做一个money app 让它成为用户消费投资于一体的唯一的关于钱的app 这个志向可以说是相当远大了 如果能实现那Robinhood的潜力可能无法估量 但也正因为这个志向太过远大 又没有具体的落实方案 我认为咱们投资者还不能将其作为投资这家公司的依据之一 Robinhood受限于行业 Coinbase也有类似的烦恼 然而跟Robinhood不一样的是 Coinbase不是受限于行业没有增长 而是受限于行业的增长不够快 跟股票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不同 数字货币的发展才刚刚起步 行业的增长潜力还很大 尤其今年 不少机构已经开始认可数字货币的资产属性 这对于十分重视机构客户的Coinbase来说十分重要 只要数字货币行业能够快速发展 蛋糕还得持续做大 Coinbase就不用像Robinhood那样抢别人的饭碗 光维持现状就能够保持高速增长 但你反过来想 如果数字货币的发展不够快 那么Coinbase的增速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要知道 这可不是小概率发生的事 虽然数字货币行业天花板高 增长确定性也强 但是发展速度其实非常缓慢 而且发展并不均衡 没人知道 行业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稳定的加速前进 可偏偏Coinbase有太依赖于行业本身的发展 因而 我们也可以说 Coinbase的发展同样受限于行业 和Robinhood的管理层一样 Coinbase的管理层也同样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 目前Coinbase也在积极地尝试添加更多的新业务 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Coinbase即将推出的和Visa合作的信用卡 Coinbase Card 消费者可以用Coinbase的持仓作为抵押 进行信用卡消费 但和Robinhood的Money App一样 这样令人兴奋的业务还仅是设想阶段 离真正实施还有很远的距离 我们不能以此作为投资的依据 经过此番对比后 我们发现Robinhood在中段期增长的确定性较高 但长期受限于行业的天花板 发展空间有限 毕竟蛋糕就只有这么大 它得跟别人往死里抢 而Coinbase则与之刚好相反 它未来发展的上限极高 但是确定性极差 它在中段期几乎没有任何让人兴奋的增长点 更多的是依赖行业本身的增长 看数字货币的发展会把蛋糕做得多大 它的发展就能有多快 在我看来 这一轮比较没有绝对的胜出者 就看你的投资风格 更偏向于哪种类型的股票了 就从未来发展来看 我个人会更偏向于Robinhood 这可能跟我个人做创业公司有关 我更在意确定性 而非哪些天花乱坠的愿景 第二轮较量 我们来看看 投资这两家公司的风险 还是先说Robinhood 在Robinhood开发出新的业务之前 它的头上会一直选着一把尖刀 叫做监管风险 Robinhood目前有80%的营收来自于PFOF 也就是靠投资给散户 报更糟糕的报价牟利 这个事能做成 完全是因为美国证监会 SEC让他们这么做 但如果哪天 SEC加强了对于PFOF形式的监管 那对于Robinhood来说 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Robinhood之前就因为PFOF误导消费者 并且没有按要求披露 已经被SEC罚了7000万美元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提议要禁止PFOF 这个风险会一直悬在Robinhood的头顶 虽然我个人认为 PFOF被完全取消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但对于强烈依赖于PFOF获利的Robinhood来说 如果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 后果也是无法承受的 Robinhood另一大风险 是它短期股价的不确定性 它目前已经成为了一支 投机属性极强的股票 股价在一周内翻倍 又在一周内腰斩 在GME事件后 不少公司陆续加入了Meme Stock的行列 国家短期内毫无缘由的暴涨暴跌 而Robinhood显然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这并不是Robinhood想要看到的情况 也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 这为Robinhood这笔投资增加了不少的风险 反观Coinbase 他们的风险则有很大不同 上文说过Coinbase的增长非常依赖于行业 所以你必须要清楚Coinbase最大的风险就是来源于行业 Coinbase的业务非常集中 可以说它就是一家all-in独数字货币增长的企业 因而你所能想到的所有关于数字货币的风险 包括监管安全性发展缓慢等都将会是Coinbase的风险 如果哪天数字货币价格一跌不起 导致交易量下降 数字货币本身可以等个3年5年再恢复价格 而Coinbase的业务却很难维持那么久 推一万步讲 就是数字货币能够平稳发展 它价格的高波动性 也会注入Coinbase这只股票的基因 导致它的风险比一般股票要高得多 除此之外 Coinbase的另一个风险是竞争 虽然它有先发优势 但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在布局数字货币的交易 包括Square PayPal 甚至Robinhood也提供免佣金的数字货币交易 随着竞争的加剧 我相信数字货币终有一天也会实现零佣金交易 也许就是在几年后就会出现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Coinbase不能够快速转型 那么它的盈利能力将会受到很大打击 我们把这两家公司结合起来看 它俩其实都很受背后行业的影响 股市热的时候 Robinhood的业务就增长快 数字货币热的时候 Coinbase的业务也会高速增长 反之依然 所以在这点上 它俩都有靠天吃饭的属性 这并不是投资者希望看到的 不过Robinhood并不至于像Coinbase那样 完全依赖于行业发展 股市也很少会像数字货币那样剧烈波动 行业风险上Robinhood更胜一筹 不过Robinhood最主要的风险 监管和短期股价的投机性 几乎是完全无法控制的 这对于投资者来说非常不友好 而Coinbase所面临的行业风险和竞争风险 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虽然它俩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很强 但对于投资者来说 投资Coinbase在风控上至少能够心中多一点底气 因而我认为在第二轮风险的较量中 Coinbase会略胜一筹 第三轮较量 我们来分析一下两家公司的估值和财务状况 在估值上Robinhood的估值相对于Coinbase来说要更贵一些 目前Robinhood未来12个月的市销率为17.3 EV over sales和EV over EBITDA分别为19.2和惊人的106.7 远高于同行Schwab和IB的估值 虽然它还有发展潜力 但不要忘了 它仍是一家券商公司 盈利能力和增长速度都远不及SaaS那样的科技公司 你不能照科技公司那样的估值来看待Robinhood 相比之下 Coinbase的估值就显得合理多了 Coinbase未来12个月的市销率只有8.9 EV over sales和EV over EBITDA也只有8.0和16.9 在两家公司的盈利模式有很多重合的情况下 Coinbase的估值明显会更具吸引力一些 如果你相信数字货币行业很快就能迎来快速发展 那么Coinbase的这个估值或许还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在营收增速方面 Robinhood的表现也令人担忧 虽然Robinhood过去的营收增长很快 最新一季度的营收和两年前同期比增长了近10倍 但Robinhood未来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剩多少了 据Faxi预计 Robinhood在2022年的营收增速仅为22.6% 远低于2021年预计的128% Coinbase的表现则更为极端 虽然它过去一年营收就翻了11倍 但是Coinbase的营收增速正在急速放缓 根据Faxi预计 Coinbase明年的销售额甚至比今年还要下降10%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 不要被它俩过去一年的惊人表现给忽悠了 它们都是业务非常传统的公司 正常情况下也不会有太快的增长 在盈利能力上 Robinhood在过去几个季度 市场表现最优异的情况下 仍然处于不赚不亏的状态 现金流更是始终入不敷出 反观Coinbase则要好很多 Coinbase已经实现了稳定的盈利增长 过去两个季度的营业现金流都超过了三个B链 这都表明Coinbase的盈利基本面非常健康 具有加速扩张的资本 说到这 这一轮PK的结果应该已经呼之欲出了 很显然 Coinbase的估值和财务表现都要优于Robinhood 数据都摆在这 也不用我多说了 到这里 两家公司的PK结果已经揭晓了 Coinbase虽然增长的确定性不如Robinhood 但凭借着风控上的多一丝把握 以及全面碾压的基本面 最终以2比1胜出 如果要在这两家公司中二选一的话 我会选择Coinbase 不过 我个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两家公司都不会选择投资 对于我个人而言 最主要的问题是 他们的不确定性都太强了 而且是那种投资者最不愿看到的那种不确定性 两家公司都逃不开靠天吃饭的属性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经营的再好也可能会被1棒的打死 他们本身也没有展现出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能力 这就导致两家公司的中短期表现很难分析和预测 作为投资者 花工夫在这两家公司上所获得的回报太浅了 他们长期又各有各的问题 我也不愿意为了那些兑现不了的承诺 现在去投入任何时间和资金 因而我个人还是保持观望的态度 想美头军这种分析公司的新尝试 能够对你们的投资有所帮助 喜欢的话 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 下周周中 我会出一期关于Robinhood发家史的短视频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不想错过的看官 别忘了点击下方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优质内容了 谢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美头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